魅族在去年第四季中一连推出了好几款新机 但要说发布后人气最高的 应该就是各位面前这款收官之作 魅兰Note 外观方面 魅兰Note总体仍研习了MX4以来的设计风格 类似iPhone 5C的一体化聚碳酸纸背盖 保证了极佳的触感 背面的1300万像素相机 则不像前两款产品那样微微凸起 正面的5.5寸1080P屏幕 边框宽度也保持得非常不错 因为手机材料不同的关系 魅兰Note的四周也不再像MX4或Pro那样 需要加上割裂感很强的小白条 手机总体外观相当出色 在千元机中可数上乘 在魅兰Note推出以前 魅族就曾寄出过一个5C背盖 作为发布会的邀请函 而最终的结果 他们也确实拿出了又一款 向苹果致敬的产品 以尺寸来说 魅兰Note要大出5C一圈 但8.9毫米的厚度 145克的重量并不会让它显得笨重 除了耳机插孔外 魅兰Note上下左右的按键插槽位置 都和5C几乎一致 要说魅族和苹果间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但魅兰Note这样的做法到底好不好 抄袭还是借鉴 大家心中应该都会有自己的评断 魅兰Note采用了联发科MT6752处理器和2GB RAM 运行Flyme 4.2的流畅度 甚至要超过MX4和Pro 系统中重绘了大部分主流应用的图标 同时还针对双卡双待添加了许多新的设定 而在手势操作方面 魅族也围绕Home键做了相当多的改进 只不过这样一来 系统的学习成本无形中可能会变得更高 为了优化大屏手机的操作 魅族之前还特意在Flyme的下拉菜单中 加入了全新的悬浮球按钮 通过屏幕上的这个小白点 你可以只用单手就实现切换多任务 返回上一集 下拉悬停 展开通知栏 以及返回桌面这些操作 相机部分 魅兰Note采用了1300万像素主相机和500万像素前置镜头的主流配置 系统中提供了多种拍摄模式 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多款滤镜来改变拍摄的效果 以成像水准来说 魅兰Note的照片整体合格 但它很容易丢失细节 而且对焦速度受光线的影响也很大 当然 如果你只是用于日常社交分享的话 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至于其他嘛 就不要奢求太多了 从体而言 魅族这次基本上算是成功颠覆了千元机 卡 慢 绸 小 操 这样的既有印象 对魅兰这个评价子品牌来说 应该会是个相当好的开始吧